大家好 今天呢有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Python在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流程方面的这么一些东西 首先呢是工作内容方面 众所周知呢咱们的Python适合的领域非常非常的广 对吧 呃像什么外部方向 爬虫方向 数据方向 尤其是这个数据方向 可能咱们很多的同学呢 就是有这个 最近最近这些 呃最近的一些那个媒体啊 一些网站的一些宣传介绍 呃了解到了这个Python 因为最近这两年那个咱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非常非常的火嘛 对吧 呃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什么运媒领域啊 啊然后还有这个测试领域啊 用到Python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弱 有很多的一些那个运媒的框架或者一些测试的框架 他们整体就是用咱们的Python的开发出来的 这样 呃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在外部方向 Python会做一些什么 嗯 外部方向这里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咱们的网站的开发 实际上当咱们看到某一个网站的时候 呃咱们因为咱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HTML的东西 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它的 真正实现它的那些后台服务器是哪里面开发的 虽然不知道呢 呃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它可能是由PHP开发的 可能是由Java开发的也可能呢就是由咱们的Python开发的 呃虽然看不见的 但是实际上当咱们在使用很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咱们已经在用到了Python提供给咱们的这么一些服务 比如什么呢 比如呃国内咱们知名的这个豆瓣网 对吧 咱们呃现在想比如你想了解一本新书 或者想了解一个新链影 想知道它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想看一看大多数人对它的一个评价 这个时候咱们很多同学可能想到的首先就是一个豆瓣网 对吧 因为豆瓣网的一个一些评价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 呃公平和公正也是很好 也很可靠的这么一些 就这么一个网站 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豆瓣网呢 他是大约在2006年的时候吧 由那个他的创始人也是他的豆瓣网的CEO阿北 呃他当时是在北京的一个咖啡厅呃写写完了这个豆瓣的第一版 呃然后呢因为当时他呢是一个人在战斗 一个人在战斗的话他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武器来给他提供支持 当时呢他选择的就是python python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能够节省咱们的程序员的时间 咱们的语言非常的多像什么C语言最近这几年也算是比较流行的这个构语言还有Java语言 呃这些语言呢他们的性能多少他们这些语言侧重点是性能他们节省的是CPU的时间 但是呢现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咱们的整体服务器也好机器电脑也好服务器也好整体的性能已经提升很多了咱们更宝贵的是什么呢 是咱们程序员本身的时间对吧 所以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程序员本身的工作效率实际上更重要 这个时候pythonpython就有他的用务之地了 python能吉他的提高提升咱们那个程序员的工作效率 节省咱们程序员的时间这样一个 呃然后还有像什么知乎网 知乎网也是这些年流行起来的吧 我记得是从2001年前后吧 然后当时他还是在看呃他一开始都知乎网没有对外开放 他还是小范围的算是内部测试吧 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些同事还相互互相邀请来申请这个知乎的账号 这个呃知乎网整体呢 他也是呃有python开发的 而且知乎网运营了这么些年也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现在经常还会有一个什么什么问题就会爆出一个什么知乎体对吧 这个呃实际上呃还有很多很多的网站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一些国外的像什么呃 呃instagram这些 这个网站他整体也是由python取代发的 而且呃了解过他的一个历史的同学可能呃知道他当时被那个这个公司被整个整个被facebook收购了 然后这么流行的一个网站他有多少员工呢 当时我记我记得那个新闻里面提到的是这公司一共只有7个员工 可想而知一个只有7个员工的这么一个公司 然后做出了这么这么流行的这么一个网站 你可以呃他们当时呢也是严重的依赖python 如果没有python的话可以说他们不可能做到只有这么几个人的一个小团队 完成这么大量并且这么流行的这么一个网站的一个开发 然后还有像什么国外知名的这个jobbox这些东西 呃这是这一些 呃然后呢就是这呃这些呢都是这个网站开发 然后除此之外呢 呃像现在现在呢咱们已经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吧 移动互联网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python还能用得上吗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呃python 呃python这个东西呢虽然它不能直接运行在移动端 python不能直接运行在你的苹果手机安卓手机上面 呃但是呢python一样可以拿做做这个服务端的开发 现在都讲究一个所谓的前后端分离的这么一个开发 前端可以用前端的语言去写 后面可以用后端的语言去写 然后前后端呢 通过一个接口去对接 咱们后面还会再提到这些东西 他们通过的一个接口去对接 然后呃然后呢 那个咱们的python就可以去给这些移动的app提供一个支撑 不光是移动app 咱们python可以做这个移动app的服务端的开发 同时呢 最近这两三年吧比较流行的这个小程序 嗯 他在也可以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端的开发 要注意这里全都是服务端 明白吗 呃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游戏领域 游戏领域 呃像什么 像什么那个国外比较流行的一个游戏叫这个EVE 它是一个星球大战类的这么一个游戏 呃在国内可能玩的人不成多 但是在国外的话 这个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游戏 以及像咱们现在 呃在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整体的服务端呢 都是用python去开发的 然后还有像 呃国内的一些吃鸡吃鸡类的一些网友 他的很多的一些脚本系统呀什么的也全都是通过python去开发的 这样的一些 python也是可以去做这个游戏的 但是他做的 不是这个游戏的表现方面的东西 像你看到的这些画面什么的都不是都不是有python做的 python做的依然是服务端的看法 明白吧 这是 这是这些 然后python在外国领域做开发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去写一些什么呢 这里呢主要就是写一些业务 写一些功能的逻辑 写一些那个 呃一些系统的一些算法呀 这些相关的处理 有网站上一个小功能你的像什么 知乎里的一个站立信呀 或者什么豆瓣上的这些 你的小组都有哪些人呀什么的 涉及到跟数据库交互的一些东西 涉及到 前端数据 把把这些数据 经过一些逻辑运算展现给前端的这么一些处理 呃这些东西都是由python来做的 然后前端需要什么数据 咱们那个做做好一些逻辑 做好一些检查 返回给他们 这是咱们需要做的 然后具体怎么显示 显示的这个样子都是由前端去做的 这是这一些 然后呢就是这个爬虫方向 爬虫方向的话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你像搜索引擎 咱们的百度 谷歌 这些搜索引擎 这些搜索引擎 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超级 大型的一个爬虫 这个爬虫里面它用到了很多很多的技术 当然这里不仅仅仅是python一种技术 python是其中的一种 这里用到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你像百度这个级别的google这种级别的这种大型的搜索引擎的话 它们里面必然不是一种 必然不是一种技术在提供着支撑 但是呢 咱们的python是其中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种 明白吗 然后呢就是这个爬虫方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的 爬虫方向就是 有一些公司会有一些内部的数据支持的部分 就是我这个项目可能需要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数据 但是在项目早期的时候 我这里是没有什么用户机的也什么的 我可以通过爬虫的方式来从其他地方抓取一些数据过来 就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专门做一些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的一些公司 他们会去怎么说呢 他们会去卖数据 或者说根据自己抓来的东西去卖一些报告 抓来的东西做一些分析 然后去卖一份报告 那个报告它是可以说是他们综合了很多的数据 综合了很多大量的数据 然后得出来的那么一个报告 他们经过自己的运算整合就把那些东西变得很有价值了 然后这些都是咱们的爬虫可以去做的一些方面 然后呢还有一些网站的他们就是专门去把网络上的一些数据 一些信息给他做一个整合 这个怎么理解呢 咱们都知道网站网络上的数据可以说是非常零散 甚至非常零碎的 他的来源方方面面零零碎碎的这么一些东西 可能你找某个数据的时候 整个网站他是干别的 也就是但是网站上恰好有那么一条两条是你需要的 会有很多这种一些很零碎的数据 有些公司就是专门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零碎碎的一些数据信息给他重新整合起来 那么怎么整合呢 这里用到的也是爬虫 像国内现在比较知名的一个叫做这个天眼茶 可能有些同学听说过 天眼茶 像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他就是可以查很多很多的一些那个 比如什么这里这里 那美团来说吧 一个网站 一个网站 一个公司吧 一个公司 他的那个 股东是谁呢 他的一些那个工资 公司融资的一些信息 比如这个公司他有没有那个出现过一些那个 不良的一些信息呀什么的 这些都可以查到 谢谢 那么这像像这个天眼茶的数据从哪来的呢 他的数据呢 其实也都是通过爬虫爬来的 你呃大家可以去一些招聘网站上 像什么拉格网或者什么宝斯直骗 这么一些网站上 去给他呃去去搜一下 那个像什么天眼茶的他们的那些招聘需求 你会发现他们会招很多python相关的一些开发者 实际上他们的这些数据呢 都是通过python 抓取来的 他们这里需要的也都是一些那个 爬虫相关的技术 呃事实上这里能用到 爬虫的地方 还有很多很多 这里呃正好找到了一篇知乎的帖子 利用爬虫技术能做哪些 呃很有趣 并且很有用的一些事情 这有兴趣的话 咱们都可以去看 像这些 利用爬虫技术能做的一些事情 这里呃你能看到的非常非常的多 一些那个网上的一些其他的人 呃 其他的人那个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那爬虫 并且是很多呢 他是这个python 通过python去写了这么一些相关的东西 有呃有些 有些 这帖子里面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一些原代码 呃提取 呃那个发布出来了 可以呃算是一种共抢精神吧 呃咱们可以去看 比如抓一些图书呀 抓一些机场 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去做一些分析呀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看 这是知乎上很知名的一个帖子 这是这些 然后继续往下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数据方向 啊数据方向有这么一些的概念吧 咱们 呃经常的听到这么一些概念可能会云里物里的 啊像什么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什么呃 机器学呃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么一些 那么呃那么那么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的啊 这些概念这里涉及到的一些概念或者什么的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那个呃很多人听到以后或者看到以后就言花聊论吧 这里呢正好我从呃网上找到了这么一张图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张图这里 就是可以说是那个咱们的数据领域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吧 当然这个是一个知识的图谱图片来源于网络 呃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 数据整体的一个核心呢还是数据挖掘 呃然后 然后呢这里那个数据挖掘的话还会涉及到数据库很多很多的内容 数据挖掘这里是一个核心 然后咱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呃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紧紧围绕着数据展开的 明白吧 咱们做很多的一些分析建立一些模型的时候都是围绕数据去展开的 数据数据这里是一个核心 然后还有呃围绕这里呢 呃再往上一圈是这个知识发现 然后这里涉及到的一些还有什么统计学的一些东西 像咱们呃上学的时候学的一些概率概率 还有像什么那个线性回归啊 这些一些那个 呃一些一些那个咱们大学高数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一些线性概数啊 这些东西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